影片開始之前先回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林依弘問說 可不可以改回以前那樣不要指騙人了 好啦,我現在這不就回來了嗎? 只是因為還是遠端工作的關係 所以設備比較簡陋一點,請大家見諒囉 總之,開始之前請先記得按讚、訂閱跟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組成武漢肺炎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發源地中國湖北的省會武漢市 從1月23號開始封城 那由於過去一個月來只出現少數確診的個案 中國政府在4月8號正式解除封城禁令 900萬人長達76天的封城生活終於劃下句點 那為了慶祝這一刻呢 當局在7號午夜舉行燈光秀 吸引不少市民微觀拍照 加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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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出來呢? 第一天出來 其實很激怒 他使用禁令解除火車、水運、公路等各種對外交通也重新恢復 一般民眾則需要持有綠色的健康碼 還有政府發放的復工許可才能出門 那像是身份認證、體溫測量、戴好口罩等等 小區管理機制依然是持續 並沒有馬上放鬆 武漢這邊回老家看父母已經待了兩個半月了差不多 然後反正這次也挺激動 也挺感謝大家幫助武漢 過時對外交通解禁、人流、恢復 會不會有無症狀的傳染者出現 讓疫情散播到其他地區 還是引發疑慮 畢竟武漢當局7號才宣布新增30個無症狀感染者的病例 加上當地的華中科技大學團隊也在近期研究估算 武漢市有59%的病例還沒有被發現 報告中強調輕症和無症狀者的病毒傳染力並不弱 因此武漢解封的里程碑一方面宣告中國 終於逐步走出疫情重迴正軌 另一方面還是有防疫破口的隱憂 同時也有武漢人擔心 到外地上班之後會不會遭到外地人歧視呢 那就在武漢解封的同時 中國以外的世界卻還看不到疫情的盡頭 截至4月9號全球192國累計超過150萬個確診病例 有8萬多人死亡 那其中美國的確診病例超過43萬 累計死亡病例也超過14800例 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高 光8號這一天就通報了1900多次創下單日最高紀錄 而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 確診處就佔了全美的三分之一 儘管8號咱剛剛寫下單日死亡病例的最高紀錄 不過紐約州長強調 全州關店、關學校、保持社交距離等等措施 已經看到成效了 如果堅持下去就會成功 儘管死亡病例上升當中 但住院數已經開始下降 顯示疫情曲線正在下滑 現在已經變化了 醫療病例已經下降了 再次我們不只看日常的資料 你看看三天的疫情 但那數字下降了 醫療病例可以開始下降 死亡病例會增加 因為醫療病例 11天、14天、17天 死亡病例 美國疫情到底會多嚴重呢 目前最受關注的預測模型 是由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 健康數據評估中心提出 參考全球各地的疫情發展情形 同時也假設 全美各州會落實保持社交距離 等等措施之下 8號的最新預測是 接下來4個月病毒還會帶走 6萬個美國人的性命 換句話說到了8月初 美國整體死亡人數 預估會突破10萬 只能注意的是白宮目前 對維持社交距離的全國性的指示 只有維持到4月30號 團隊因此就警告 如果不能長久堅持下去 疫情可能還會有第二波的反彈 加上全美各地對抗疫情的同時 左統川普8號也痛批 世界衛生組織沒有發揮作用 似乎偏袒特定國家 將會對世衛展開調查 不排除凍結經費 目前美國是世衛組織最大金主 資金額度幾乎是總預算的四分之一 所以組織8號就否認川普的說法 表示並沒有以中國為中心 但是讓他講得最重要 在總統的接觸中 不得再接觸中心 所以組織8號就否認川普的說法 表示並沒有以中國為中心 但市長談得再說 不該把病毒政治化 現在是各界的事情 各国团结对抗疫情的时候 不应该再把时间浪费在互相指责 英国首相强森就在宣布确诊之后 10天4月5号住进了加护病房 让他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冠状病毒疾病 而住进加护病房的国家领导人 不过呢8号当局表示 强森一直没有使用呼吸器 而且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可以从病床上坐起来 跟医护人员互动 他仍然有良心 而在随着普遍医院的医院 他的运动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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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我肯定他会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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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我有一个事情 我知道这个首席总统 他是一个战争 他会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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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第一博物大臣拉布作為代理人 如今強森住進加護病房無法辦公 拉布成為史書上的代理首相 眼前依然擺著脫歐和防疫兩大任務 英國理論上必須趕在年底前跟歐盟協商脫歐之後 各種程度上的安排 進度非常趕 但是眼前更急的是防疫工作 英國在8號新增了938個死亡病例 創下目前為止的單日最高紀錄 全國確診病例等等也達到6萬 死亡超過7000人 強森在3月底下達封著三星期 下個禮拜馬上就要到齊了 是否要延長甚至實施更嚴格的措施 將會是拉布代理首相的第一個考驗 所以在疫情持續肆虐的同時 美國大選選情也出現重大發展 打著進步派大旗的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 8號通過網路影片宣布 他要停止這次進步派大旗的民主黨參議員 爭取黨內提名 等於宣告前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副手拜登 幾乎篤定會代表補充在年底的大選 跟爭取連任的川普對決 今天我要祝賀拜登 一個很正確的男人 我會跟他一起努力 把我們的普通的想法進行 然後一起站在一起 我們會進行敗拜登特朗普 現年78歲的桑德斯 已經連任聯邦參議員長達13年 G2015年輸給希拉里之後 這回是第二次在爭取黨內總統提名的路上失利 他主張大選免學費 還有落實類似台灣的全民健保制度等等 偏向極端進步派的立場 相當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但卻也引發中間溫和派的質疑 因此民調數字一直不如拜登 今年3月3號的初選關鍵戰役 超級星期二 他在各州的初選表現大幅落後拜登 從此氣勢就拉不回來 最近在肺炎疫情席卷之下 所有選舉新聞更是失去版面 可以說無力回天 不僅拜登對決川普的局勢是大致底定 但疫情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還很難說 儘管目前在全國民調上 拜登依然領先川普 但是白宮的防疫成績單 還有拜登能不能提出吸引人的紓困政策 以及重新團結 桑德斯所代表的進步派支持者 都讓年底的選情充滿溫耗 現在國民調了 中共特派選賦 共同樣的順便說 派聯贈領 ulus 李室 鬥 不太大 好啦 以上就是本週的國際直升 希望能幫大家快速轉握最近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 這個禮拜六我們的影片主題 不意外的又是肺炎疫情 但這一次我們不是要討論 哪一個國家最嚴重 哪一個名人中標了 會捐多少錢等等 而是要討論在疫情蔓延之下 大家都各自自掃門前穴的時候 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人們 各位直升 我们下回见 最后还是来感谢 所有付费支持 我们的频道会员们 尤其是干呆干妈吉的会员 翁逸顺 宗宣厚 资林丽 吴晨 9man 硬中豪 Sniper711 张宇安 吴振宇 书于 炒饭小子 MilesTykuLin 王俊哲 Twitch搜寻肉干肉质 皮发零售 谭泽瑜 Ginnie Liu 还有Nikki台湾 谢谢你们 谢谢